大家好,歡迎收看3月11日的新聞室段Newsroom 時間過得非常快,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在一年前的這一天,我就是在公司有新聞 在電視台的Newsroom中決定辭職 那是人大白板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那一天 實在是自己面對一個非常大的無理指控 所以做出這個辭職的決定 想不到一年前做這個辭職的決定 到今天,想不到世界發生什麼事 也都不會想像得到我們住的城市 另外就是世界,即現在的戰局 烏克蘭的被入侵 俄羅斯的開戰,根本沒有人能夠預測得到 令整個世界顛覆了 去到2022年這個時間,居然有一個歐洲的戰爭 另外就是物價飛漲,這些種種的現象 其實沒有人能夠預計得到 本身覺得這些問題 過去兩年,疫情是一個首要的任務 大家面對的就是要抗疫 但是抗疫變成了現在,香港觀眾一定的感受非常深 抗疫變成一個政治掛稅的一個層面的任務 是很可怕的,真的很可怕的 好了,一年過去了 我們都要繼續去跟進這個俄烏戰爭 雖然現在已經超過半個月了 即去到第16天 雖然有些膠著的狀態 其實跟進新聞就是這樣 即是一個很一定會持續性的新聞 我們跟進下去,可能有時候會有些膠著 有些不知是怎樣的時間 但是其實想回頭 在湖南裏面的人民 其實受到那個壓迫都非常之大 面對壓力 就好像在19年的時候 我們面對的這麼龐大的抗爭 其實都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香港人面對很大的壓力 所以在這場戰爭裡面 我覺得香港人會覺得同理心很大 很容易明白到 其實湖南人面對那個景地是怎樣 而想回頭就是兩年前 香港19年 那個情況是 我們是記憶猶新 所以那個面對的辛苦 傳媒人的辛苦 是在那個時間裡面 現在在兩年之後 其實一樣體會得到 那究竟俄羅斯入侵湖南 究竟發展成怎樣 其實當然沒有這個平息跡象 也不知道 其實各國的分析 即使英國我們看很多傳媒 他們都不能夠 即是不能夠有一個預測 就是那個影像戰爭 搞到什麼時候 而普京繼續做的決定 也都見不到 是見不到有任何跡象 顯示他想 是想停火 想收手 而普京更加就決定爭兵 但是因為大家知道 那個俄羅斯軍隊的損失 損傷其實非常之嚴重 剛才說美國、英國評估 俄軍的損傷 人員損傷 那五、六千人 另外他們的軍備 戰機、坦克、軍車 全部都是有很大的損失 所以現在說批准的志願軍 一萬六千個來自中東 他說Welcome Welcome這幫人 去幫忙加入俄軍 去幫忙打這場戰爭 而烏克蘭軍方就指 俄軍其實過去兩個禮拜的戰事裡面 殺害平民的數字是多於軍人 所以更加也都指向就是 根本俄軍在這場的戰爭上面 首先 現在俄羅斯一直都說 On the plan Going to the plan 但是其實 你如果那個 plan 真的針對殺害人民的話 其實你跟大屠殺是沒有分別的 大家見到其實 最近的過去這個禮拜 所有的俄軍 所有俄軍的暴擊 所有俄軍的暴擊 所有俄軍在湖南裡面的軍事行動 全部都是針對平民區 針對平民設施 也都是殺了很多人 根本上你已經完全違反了那個國際法 所以你不知道目標是怎樣 你本身是想著快閃去拿下基庫 但現在因為不行 所以你去殺害平民的大屠殺 那究竟你現在普京的目標是什麼 現在我們是完全不能夠用上去去評估 路透社有個跟進的 就說普京就在莫斯科 即是普京說 莫斯科和基庫的談判是有進展的 但就沒有提到細節 而普京就說 湖南和俄羅斯幾乎每日都在談判 每日都會談 將會跟白羅斯的總統羅加辛科 就是重細討論 羅加辛科就去了莫斯科 就跟普京見面 究竟白羅斯可以做些什麼呢 一直都指向就是 根本白羅斯 是完全去提供一個通道 提供一個通道給俄羅斯 是去到北面入侵 這個烏克蘭 那面上白羅斯都受到制裁 就是因為你根本整個戰士 就是白羅斯的取代 就是完全是跟普京同一陣線 那你怎樣可以做到一個所謂的談判 根本就不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另外這個禮拜一個重點就是人道走廊 因為那個分別就是俄羅斯的人道走廊 和湖南的人道走廊 已經變成兩邊的人道走廊 那馬里烏波爾是一個重要的地區 因為經常就是被指俄軍一直都是針對馬里烏波爾的人道走廊 去轟炸 變相整個撤離行動是被受影響的 那馬里烏波爾是不可以運送物資 包括食物和水和藥物進入市內 同時間俄軍坦克就不斷攻擊人道走廊 經過攻擊那些車隊 所以他形容裡面的情況是很絕望 也是好像世界末日一樣 但是俄羅斯又聲稱 就是說人道走廊每一天都會在當地時間的十點開放 所以其實你根本就不知道究竟現實是怎樣 因為每當烏克蘭 當然擺明就是有攻擊到人道走廊 但是俄羅斯一直拒絕 而他的言論其實說給誰聽呢 全部都說給俄羅斯境內的人聽 因為他就是要控制輿論 控制令俄羅斯人去支持這場軍事行動 所以俄羅斯所說的人道走廊 是不知道最終目的地是去哪裡 俄羅斯的人道走廊本身六條裏有四條 目的地最終是去白羅斯或俄羅斯 但是烏克蘭那七條 當然都是在自己境內 那究竟現在所謂人道走廊 究竟實行成怎樣 現在我們只能夠靠烏克蘭的數字 已經是數以十萬平民可以成功撤離 但是烏克蘭就說 俄軍在一天之內 對哈爾科夫的平民區 是進行了八十九次的轟炸 而市內有四十八間學校已經被炸毀 另外東部的醫九武附近一間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都被轟炸 所以你看到其實其實 在世衛已經有十八間醫療設施或醫院被俄軍攻擊 你看到精神病院都攻擊 根本上是有目標地去針對 沃克蘭的所有的醫療設施去做這個破壞 我們說這個戰士交著是因為 俄軍久攻不下 其實他搞了很久都不能夠直接去拿下基庫 這個守都很重要 但是搞了很久 搞了十六天都沒有一個很明朗的 在俄軍角度上面 有一個很明朗的結果 但是俄軍一直都沒有停止過任何攻勢 包括就是空襲 在今天第十六天的早上 其實在西部就再開闢多些戰線 說的是一些全新的城市之前 未被任何的攻擊都被攻擊 包括主要在西部 在西部的盧斯克 俄軍針對他們機場和飛機引擎的工廠攻擊 另外就是在中部 中部的重陣就是在列伯河上高 就是在帝列伯羅被猛力轟炸 造成的損傷包括人命和建築物 整個城市被破壞的損位是很嚴重的 另外就是西部的法蘭科夫斯克 也證實被俄軍襲擊 另外俄軍聲稱 親俄分離分子奪取了策略性的要點 就是這個玉爾諾瓦卡 就是附近馬里烏波爾以北的城市 馬里烏波爾一直被圍堵 也在攻擊人道走廊上 經常發生導致根本來不到人 馬里烏波爾比較早前說過的就是 這個城市是在東部 就是鄧涅茲克 所謂俄羅斯承認的獨立地區那邊 另外就是南邊 南邊就是俄軍比較有優勢的一個地區 就是克里米亞對上 本身就是說如果這兩個地方 都能夠成為俄軍的一個佔領地區的話 變相俄軍就可以在東部和南部 都能夠順利佔領 同時間就是去推進 但是目前馬里烏波爾 其實已經被人圍堵到一個 特蘭斯基所說的一個世界末日的地區 所以俄軍只能夠繼續用這個圍堵政策 就是他覺得有效 就是用圍堵政策去包圍更多的城市 令到市裏面就沒有糧食供應 沒有水供應等等 至於最最終目標 我們相信 甚至其他的分析都是這樣相信 是在基庫那裡 是打算一個更大規模的圍堵 所以才開始另辟西邊的戰線 然後在西邊就開始包圍基庫 另外北面大家都知道 北面也有另一批俄軍 正在下來了 剛才說的 南邊如果整個東部和南部都是俄軍 它向北面推進 造成一個極大範圍的圍堵的話 幾乎就會變成一個被避免的地區 到時幾乎只能夠去死守 另外有一些衛星圖片拍攝到 在基庫北面那個龐大的車隊 也都已經重新部署 重新是由北向南向基庫進發的了 但那個速度是緩慢的 即不是一個很快速的行動 也都說再次被派進去深藍區 還有一些軍隊 目前距離幾乎有9英里 另外拍攝到在安東諾夫機場 也都已經看到有俄軍的車隊出現 另外一個焦點就是生化武器 早前美國就評估俄羅斯就會在平民區 用這個生化武器去沙海平民 但俄羅斯就反指了 即美國是在窩囊研究這個生化武器 而澤林斯基又反駁這個指控 就說警告俄羅斯如果用這個生化武器 就會面對最嚴厲的制裁 美國之前所評估的就是它可能直接用 同時會用這個弱線去指控烏蘭 用這個生化武器 其實那個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合理化自己 合理化俄軍在境內用這個生化武器 大家都知道一個弱線是俄羅斯用的招數 包括在開戰前的頓列治克和羅金斯克 都是用這個弱線去指控烏軍 去攻擊這個地區 最後就變成一個承認獨立 最後就是在這個承認獨立之後 就是進軍這個惡蘭 還以開戰 所以這個弱線大家都不意外 變成俄羅斯去合理化自己的軍事行動 軍事入侵 但是一個很令人很吊詭的訊息就是 突然間世衛建議割難摧毀研究室裡的所有病原體研究 大家知道世衛已經很低 因為譚德塞在COVID-19上完全幫助中國的姿態下 就是處理這個疫情 所以世衛突然間在這個建議 其實都令人有很多問題 很多疑問 就是為什麼突然間說 喂 你叫惡蘭去摧毀這些病原體 有一個官員就跟路透社這樣說 但是那個官員就完全沒有提到 究竟涉及什麼病原體 涉及什麼毒素的研究 也沒有提到這個建議 就是這個建議他什麼時候作出的 所以是很吊詭 另外就是那個官員所說的 就是避免任何病原體的研究泄漏 好像變相就是COVID-19 當日究竟是不是在大陸那裡泄漏出來呢 就是變成世衛有一個這樣的建議 其實令人覺得究竟發生什麼事 現在世衛究竟的角色是什麼呢 同時間俄羅斯就要求聯合國安理會 召開緊急會議 就是針對這個使用生化武器的問題 商討一些懷疑失實的指控 聯合國安理會就按 就是應這個俄羅斯要求 開這個緊急會議 美國人員就是認為 俄羅斯是希望利用安理會 就將這個這樣的生化武器 就放在桌上討論 繼而就是繼續向世界傳遞一些假訊息 繼續去欺騙這個世界 就說利用安理會 就將它那些所謂的 False Flag 那些指控 就繼續Wide Spread出去 所以你見到在今次生化武器上面 俄羅斯繼續用這個招數 令到 怎樣說 令到這個 即使用生化武器的合理化 是繼續變成一個很混亂 很不清晰 變成一個很混淆視聽的做法去處理 另外歐盟方面 大家都知道 Wagner已經簽了指申請入歐盟 但歐盟未容許 Wagner通過這個快速通道入歐 不過最新宣佈 歐盟會加碼軍事援助 也會將支出加一倍到10億歐元 至於戰爭罪行方面 之前也說過 這個國際刑事法庭會去調查 同時間聯合國人權事務處 就說收到可靠的報告 俄軍是有使用到集束彈 有使用到集束彈 做這個無差別攻擊 表明就可能犯下戰爭罪行 因為集束彈 如果大家有看到這些片段 集束彈是一個 即是你發射之後 它好像下雨一樣 在不同的區域爆炸 變成一個無差別的 也可能很難去預測 集束下來的那些是在哪個位爆 所以就變成一個 你在密集的區域 你在市中心 其實你是無差別的攻擊 所以聯合國人權事務處 就說 利用集束彈 根本上是違反國際人權法的原則 也都提醒就是 任何針對直接針對平民或者民用設施 轟炸穿落或者無差別攻擊 都是國際法之下禁止的行為 否則就是犯下戰爭罪行 另外一個關注點 當然就是北約的問題 北約究竟 如何處理禁飛區 即是沃蘭總統 中澤林司機一直都要求西方去確保禁飛區 但其實都說了兩個禮拜 禁飛區一直都沒有落實 也有一個爭招 就是關於波蘭的戰機上面 波蘭戰機 我再說一次 就是波蘭本身同意 將全數的米格29戰機給沃蘭 但本身就是將這些戰機先交給美國的 在德國的基地 就先處理 相信就是因為波蘭的米格29 就是魔改了之後的北約系統 所以本身被美國處理 是否就是想將北約的系統改走 變成一個之前蘇聯時代的系統 就才給到沃蘭用 因為沃蘭本身的米格機 全都是蘇聯時代的系統 並非北約的系統 所以其實沃蘭軍的機師 是不懂得用北約的系統的戰機 所以本身波蘭相信 他是想先給美國搞 然後再給沃蘭用 但最終美國突然間很大反應地拒絕了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就想 究竟是否真的想得通 那麼波蘭的機器 給美國再給沃蘭 是否就可以避過北約這條界線呢 但最後原來也不是的 無論是波蘭自己避 還是波蘭給美國再給沃蘭 其實都是沒有解決北約的 提供軍事援助的這條界線 也都會被視為北約 即是普京一定會視為北約 去介入這場軍事的衝突上面 或者在這個戰爭上面 所以去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解決北約這個界線的問題 而今非區上面 波蘭相信又接受了Sky News訪問 他就說拒絕澤林斯基的要求 是覺得極度痛苦 以及深感不安的 但其實你基本上 即是說什麼都好 北約在這條界線上面 不能夠直接去援助 軍事援助 這個沃蘭設立這個禁飛區 無論如何都是一個 在短期內解決不了的現實 另外普京現在正在做一個輿論的鬥爭 在國內 在他自己俄羅斯境內 之前說過的電視台 所謂異見的傳媒被迫關閉 因為他已經用緊急法 立了法例不能夠傳播 不能夠傳播針對軍隊的負面消息 所以有很多傳媒被迫關閉 被迫不能夠再廣播 連BBC也受到影響 BBC在俄羅斯境內的俄語部分服務 都不能夠按照原本的手段提供服務 現在俄羅斯也是在一些警隊 在他的國警內針對平民去檢查他們的手機 你見到他的手法是同出一致的 大家在19年到現在都已經知道 在香港被檢查手機的恐怖狀態是怎樣的 所謂的獨極權、獨裁、控制輿論的手法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更加Facebook和Instagram 亦被俄羅斯限制 現在Meta 對於針對處死普京和俄羅斯士兵的暴力行為的鐵文 就會放寬 怎樣放寬呢 就是他在某些特定的地方 包括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愛沙尼亞、格魯根亞、匈牙利、拉奪維亞、 納馬、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和波蘭的用戶 都不會因為發表一些針對普京、針對俄軍的言論而被刪寫的 但是如果我透過我們的角度 就是你搞搞一些香港的假資訊 大把香港的19年至今極度多的假資訊在Facebook出現 但是沒有刪刪 現在Meta打算在這場戰爭上是否搞一些社會責任 大家可以繼續說普京 而據報俄羅斯已經禁止國民使用Instagram 也說俄羅斯覺得Facebook、Instagram是極端的機構 所以相信會禁止使用Meta的社會責任 俄羅斯現在這場戰事搞成怎樣呢 普京就說跟Warkland有一個很好的negociation 連澤林斯基也有拍到片說現在Warkland已經在這場戰爭上有一個轉捏點 但是也說不知道打到什麼時候 而這個也有個報道說普京跟澤林斯基的會面是有可能的 就是這個佩斯科夫所說的 就是這個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 就說兩個元首碰面去談判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會不會又是這些by time呢 大家在這十幾天裡見到的就是 所有的談判似乎都是只是by time 似乎都是俄羅斯向世界所宣揚他們的理念、目標等等 就是跟這個真的有沒有什麼談判的成效呢 就是大家都還沒看到的 那如果普京跟澤林斯基真的見面的話 相信世界來說一定是一個焦點 但是我們都不能夠對於這個見面有一個很樂觀的一個預測 好了,我們又轉看看疫情先啦 但是先看的不是香港 因為這個Deltacron正式被列為COVID-19的變種 在法國和美國都出現了零星的病例 而英國在上個月也都曾經透露了在一個患者身上 就同時發現了Delta和Omicron 當然,叫Delta是擺明就是Delta和Omicron的結合病毒 而巴黎已經是在做基因排序對於這個新的變種病毒 那在法國有幾個地區已經發現了病例 相信就是1月初開始就有這個傳播 而世衛就在3月9號提到 在荷蘭和丹麥也都發現了這個病毒株 但當然啦,世衛的說法就是 這個病毒的變種就是在醫療之內 尤其是Omicron和Delta都沒有緩和過 而英國所說的那個患者同時患了Delta和Omicron 就說確認到更多的病例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但其實英國究竟這個疫情去到怎樣呢 英國在2月下旬就開始放寬殺所有的防疫措施 但現在都略有反彈的 昨天是新增了7萬宗的案件 過去28天裏面有驗出病毒的人死亡就有142人 但主流傳媒當然在這段時間 都已經沒有再大蝙蝠報道有關疫情的消息 現在就是因為俄羅斯戰爭佔了非常大的蝙蝠 而隨著Omicron影響緩和 英國來說 英國一月份的經濟就出現了反彈 有0.8%的升幅 比12月其實它是收縮0.2%是好轉的 財商心惟成就說 俄羅斯入侵沃蘭就為經濟帶來重大不確定性 但強調是必需要和沃蘭人民就站在同一陣線 維護共同的自由和民主價值 英國商會就說這個戰爭是令到通脹壓力更加進一部家劇 不少關鍵的商品供應點都中斷了 從而會增加英國經濟衰退的風險 有分析就說英國經濟走向是視乎民眾能否願意在後疫情消費 究竟疫情之後會否又因為這個戰爭影響減低消費力呢 相信不多不少都會有的 畢竟你的生活成本是這樣上升 你開車都可能開少了 本身可能想著周末到處去的 可能你都決定一些油櫃不要去住了 都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會不會經濟收縮經濟衰退呢 實在要再觀察多一段時間 那香港呢 其實那個case是否繼續緩和呢 似乎又不是的 最新的數字是29,000多宗 29,000多宗 現在的數字比較fluctuate 又上又下 但都維持在三萬多 所以衛生防護中心都說呢 現在的疫情所謂受控 只不過是沒有一個爆發性上升 就不能夠單靠幾天的數字去評估那個趨勢 但是衛生防護中心就估計 未來會有更多更大量的感染個案 所以就要更加多的隔離設施去隔離人 那一個總數的 第五波疫情至今香港 就有累計六十三萬四千多人確診 而驗出病毒的死亡人數呢 就有三千二百三十一人 那個percentage去到0.51 其實0.51這個數字 你說是不是都幾誇張啊 如果真的說三千多人是因為Omicron而死的話 是很誇張 但當然大家都了解到那個數字其實未必 真的因為這個Omicron或者COVID-19而死的 至於那個參考就是英國的死亡率 英國的死亡率大家留意是自疫情至今 就並非所謂Omicron爆發的數字 是自疫情至今過去28天驗出陽性人士的死亡的人士 是有百分之0.83 香港現在所謂第五波就是0.51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數字的比較 那香港究竟怎樣呢 現在疫情的方向是怎樣呢 相信沒有人可以回答你 包括林鄭自己回答不到 因為全民檢測已經全民強檢 已經變成那個全民 真是一個全民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招令直改呢 他就說不是的 兩萬年都說不是的 就是之前吹得很大 就是3月一定要搞這個全民強檢 突然間可以U-turn 就是那個break都倒得幾厲害 突然間可以說不做的 並非優先的 都是並非招令直改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重大的轉捏點 對於香港疫情來說 先看梁萬年怎樣說 梁萬年接受這個終生社的訪問 就說 全民檢測是一個時機上的問題 就說進一步推遲或者是否推行 如果哪天改變主意推遲到4月或者5月 甚至不做 都是基於科學的思維和求證的方法 所以這個並非招令直改 是基於科學 記住 他又重申 全民強檢絕對不是要增加不變和負擔 更加形容用短時間的不變 換取更長時間的方便 就是這個目標之一 而林鄭也接受新華社訪問 專訪 現在看到香港傳媒已經沒有了角色 全部都是新華社 中央電視台做了所有訪問 然後香港傳媒的角色是什麼呢 就是引述 所以根本上沒有任何角色 是被香港傳媒去做的 即是黨媒也好 都是引述的 香港疫情都不知道搞到什麼時候 但是大家都看著這條線 就是什麼呢 提名期和5月8日的特首選舉 所以都是看看到時的故事如何編排 如何告訴大家香港已經沒有疫情 但是大家留意 其實中國也是有爆發疫情 包括吉林長春那邊 又說要封城 大家可以預示到 中國所謂與病毒共存 或者是動態清靈 將來可能的方向就是這樣 這陣子搞搞下 又要維蜂強檢 又要做強制隔離 這個禁閉關隔 之後就再全民強檢 有空就要做一下 所謂動態清靈就可能是這樣 雖然大家都沒有一個準則 告訴大家 究竟是怎樣做的 只能夠在大陸的城市裏 可以看到可能的模式 將來香港的模式都會是這樣 星期五 今天3月11號的新聞室 The Newsroom就到這裏 拜拜 7月11號 7月12號 8月6日 8月11號 有空 3月11號 4月1號 感谢观看